迅龙高手大S和暴龙严陈旭拍了流星花园 当年闹不合隔了好多年之后才和好 收割了蓝正龙 现在又回收了20年未见的前男友 酷龙俱俊也 展开一场爱在西元前的世纪之恋 把人生活成了一出偶像剧 说起分手又破镜重圆把人生活成偶像剧 让全网都惊呆的神父和恋人 可不止大S和居俊也 最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就是王菲和谢霆锋 这段相差11岁的姐弟恋 2000年在众目睽睽之下 王菲牵起了谢霆锋的手 两年后分手 经历了各自的情爱纠葛爱恨情仇之后 在2014年 又以当年的世纪牵手的姿态复合 就这样 从千禧年到了现在 情缠超过20年 牵手由旅船分手 低调的让人物理看华 2010年 两人好不容易在对岸的中秋晚会上 要来一场世纪同台 结果万众瞩目的风飞恋 完全没有互动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来欣赏这首献给大湾区的歌 也是我们今天晚会的主题曲 湾 有请 王菲 只见谢霆锋双眼直视前方 毫无表情 最后网友揣测 王菲的节目是预录的 只有谢霆锋在现场 世纪同台 终成幻影 不过没关系 谢霆锋很偶尔会在节目上提及王菲 两个人也会很不小心地放闪 反而更有神秘感 像大奥的时候王菲不能开门 我不喜欢 那喜走王菲会 真是我想说 喜走的时候 现在人家跟我讲说 为什么跟你说 我自己几年前没有在一起 你说 你开不上 他要这么帅 怎么可能 看不上他 我就说 我所做的都是刘德华 还能支持我 弄得到他 同样让大家惊呆的 还有舒淇和冯德伦 两个人在1997年的电影 《美少年之恋》拍摄过程中相识 当年没有来电 但同为演艺圈发电机的二位 恋情各自精彩 舒淇先后和黎明王力宏传过绯闻 冯德伦与莫文卫相恋9年之后 和许乐轩在一起 通通都没有修成正果 2012年传出舒淇和冯德伦同游东京 南方还求婚成功的消息 不过都没有被证实 直到2016年舒淇直接晒出婚纱照 成了冯太太 才开始三不五十小小放闪 你老公在拍戏啊 我老公在拍戏啊 普通话说的不好吧 嗯 跟我差不多 他就港普 我就跟你说了啊 陈玉如跟曾知乔 也是突然PO罩大喊 我们结婚啦的复合情侣 两个人在2009年拍摄偶像剧 爱死百会相恋 中间一度分手 对 因为我就觉得很难过 就觉得说都在一起这么久 感觉过不了这一关 然后那次就觉得真的分手 要分手 关关难过 对 就是觉得好像两个都很只顾自己吧 应该是两个都很爱自己这样子 然后后来就分开了 分了就真的行头末路 就完全没联络 不联络吗 嗯 像陌生人的一年 一年有咯 有一年 一分一年哦 有 最后陈玉如决定追回旧爱 徐涵温暖 倾听陪伴 追了半年之后 终于再度打动芳心 OK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希望演艺圈这些俊男美女 要复合 要分手 请给普罗大众一丝丝的线索 不要让大家常常惊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